出发去超市给儿子买学习用的东西 他明天都开学了 明天看看快不快 这将近三个月的假期就这样过去了 买什么书本笔 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学习用的东西 衣服鞋子这些东西我都赢的买好了 儿子are you ready to go school 还没有准备好在家玩玩习惯的 你说上学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也不行啊儿子 买了两个支眉笔 掉了又买了两个充电器 掉了掉了 人家用一个充电器 我觉得都好久 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会坏 我用个充电器哈 两三个月都得坏一次 然后再重新买 今天杨女婿说 我都给你买了多少个充电器了 你查一查 我一查那线放在那儿 有七八根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用的那么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今天又买了两根 然后他带充电的那种 为啥呢你们说 看看我还有什么需要买的 其实也没有啥需要买的 然后眉笔我是 自己的那个牌子 然后上次 从国内运货过来的时候 我运了 我运过来五根 就是五核 一核一根 然后我能五根 然后我画眉可能画得重 一下就断了 一下就断了 那五只也被我糟蹋完了 我又买了两个 这个美国的牌子 试一试 我们现在在Walmart了 你看我鼻子上那个印 我觉得好难下去 那仨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小宝宝妞 还有儿子他们三个 我去找找他们去 他们在那儿看儿子的学习用具 其实说句实话 儿子一开学 我这个心里还不习惯呢 真的 就是你看他在家 虽然我跟儿子说话少 他有时候看书 有时候打游戏 有时候看电视 但是他有个人陪着我 就觉得好很多 找到这个 这三个神人 这小宝宝妞 开始要玩具了 我们一来一套是 他就是要玩具 反正是 不管是能要不能要的 看中就往车上搬 所以现在给他立个规矩 看中什么 可以 到最后 从这几件东西里边 选出一件自己最喜欢的 只可以要一个 一个小玩具 一个小玩具 一小小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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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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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的 爹地说 你只可以选一个小玩具 这全部都是女孩的东西 那个小宝宝妞竟然看中这个车了 我的天呐 看中这个车现在都 九月份了 我们这个地方哈 就是这个州 九月中旬天气开始变冷 到十一月份都开始下雪了 哎 那父子三人又跑哪里去了 跑哪里去了 到十一月又开始下雪了 这还没玩了 那个车都收起来了 他爸爸说不买 想买的话 等明年就是天一暖和的时候给他买 可以买整个 可以玩整个夏天 要不然这还没玩了 天气一冷 都要放到屋里边了 我家伙子又看了 我给他买那个车哭了 你看那个眼泪 拔拔的 我们要先付钱乖乖再打开 明年妈妈给你买那个车好不好 天气暖和了妈妈 你看那个眼泪 明年妈妈给你买 现在天冷了乖乖 你还没有 我买瓶 apple juice 妈妈明年给你买好不好 买了两本书 还有买了那个小什么小新 我们来到这个意大利餐厅 我就要酥 然后就逛了一会儿饿了 想喝汤 然后也不知道吃啥 就来到这个意大利餐厅这 因为有披萨还有那个千层肉 还有汤什么的 我们在这随便吃一夜 晚上省得回家坐吧 我要吃披萨 你要吃披萨吗 ok 他说他要吃披萨 你要吃披萨 哥哥要吃披萨 我吃披萨 我吃披萨 我就喝点书 ok i'll get a large pizza i'll get a large pizza and if you just change they got salad 餐前手工面包 还有那个牛油 又给妈妈握手了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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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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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宝鸟 小宝宝鸟 宝宝鸟 谢谢 小宝宝鸟 宝宝鸟 她也有点饿了 她吃了两块面包了已经 她自己平手工作的 嗯 很浓 我们的这个牛肉丸子来了 这牛肉丸子也是意大利的一个特餐 我的汤也来了 看着好好喝 让你去点的千层面 看着也很好吃 我的大披萨 哦 她们给拿了油盘子 你妈妈还给你包一包吧 好不好 太冷了 正好我背包里面给她拿了有一个小东西 真好裹着 妈妈重新给你裹一裹吧 吃饱了我们 哎呀 吃的有点多 其实 就是饿了不能吃东西啊 就吃两口就可以 不能等饿了再吃 然后吃的饱饱的 一家四口吃的饱饱的 我宝妞和儿子都吃的很好 然后呢 这会儿回家的路上哈 我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 昨天的视频发出去完之后 我不是去超市买那个 采购那个 去奶奶家的那个 做的饺子的那个材料吗 没有戴口罩 结果呢 就今天早上 我起来之后哈 我就去看评论区 然后80%的朋友哈 都说安闲 怎么不戴口罩啊 那不安全的 现在看新闻说 美国疫情很严重啊 然后我虽然就是 好多朋友们的这个 私信 还有这个评论区的评论 我没办法去 一一回复啊 因为确实太多 然后加上我也忙哈 我也没办法就是一一回复 但是我会仔细阅读啊 每条我都会仔细阅读 所以说 不戴口罩的原因是什么哈 我来说两点哈 然后解答就是朋友们的疑问 也也不让你们担心 哈 最重要一点就是 不让你们担心 然后以后再看到我 没有戴口罩 就不要担心 没事的 第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州哈 就是俄海厄州 在全美来说 就是从疫情很 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这个州都还好 然后呢就是管控的很严格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哈 一直都不是说处在很危险的状态 然后呢 那个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州的人都打了疫苗 差不多99%的人都打了疫苗 因为当时政府颁布了一条命令 就是只限于我们这个州哈 只要去打疫苗的人 每个星期抽出一个人 抽出这个人奖励100万美金 结果呢那人不愿意去打打疫苗的人 就就冲这条这个100万美金哈 然后人家都去了 所以说后来就查哈 然后我们这个州差不多90%以上的人都打过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人都不戴口罩 然后呢其次呢是为什么不戴口罩哈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我们这个州还好吧 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间隔距离很远 所以人他不愿意就是就是脸上扣个东西 就感觉很不舒服 然后就自由惯了 所以说啊这也是重要的一点 那我不戴口罩哈 因为我打了疫苗 我觉得没有事 加上我去超市我跟人家保持距离 我一般不会离得很近 就是人多人多的地方我就先去买别的 减没有人的地方我去买 买完了再回去找别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还算安全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然后最后就给大家说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哈 然后安全会控制这个事情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州也很严重的 我们一家人出门都会戴口罩的 但是我知道大家是为我好担心我 所以就是我看评论区80%的朋友都说 为什么不戴口罩 所以我今天特意就是来回答你们 没事哈 我以后我听话 我再出门我就把那个口罩给他戴上去 我车里放了也有 下次就戴哈 就是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就戴哈 好了我们也差不多到家了 然后呢回到家洗洗收拾收拾休息一会儿 晚上又要忙我的工作了 今天星期一又开始忙了 嗯你们也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的哈 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哈 洋女去开洋女去开车今天 好了拜拜爱你们 拜拜